加上C口,這個我想比較稍微複雜一點啦 不過光ADO坊間的書籍就厚厚的一大本 但是我們不可能講那麼深 所以我給各位的就是一個範本 反正這個範本是可以Walk的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可以解決你們的問題啦 那至於你想要深入了解什麼叫ADO的話 你可能自己再去買書籍來看 不過通常以我以前的經驗這樣 發現每一本寫的好像都不一樣 寫法,然後最後我發現 還是用自己的方法比較簡單 後來的話我就整理精簡再精簡再精簡 反正我可以達到我要結果就可以了 然後後來好像這樣寫起來更簡單 那會給各位一個範本 反正你就照那個範本稍微修改一下 修改哪一些呢 重點第一個就是你的資料庫名稱一定不一樣 第二個你的資料表名稱也一定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你的欄位名稱也不一樣 那它的階層你就有觀念改一改之後 結果就可以達到你的需求 那在做這個之前的話 你要先了解什麼叫SEEQUAL 我想很多同學沒有SEEQUAL的概念啦 不過沒有關係 你最重要只要知道 在資料庫的語言裡面最重要的四個部分你要懂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如何跟資料庫要資料的時候就會用到查詢 有沒有 SELECT 第二個你要新增資料的話就 INSERT INTO INSERT INTO裡面呢就是要告訴他哪一個資料表 哪一個table 然後新增哪些欄位 新增什麼資料 對不對 再來不萬乎比較少用的 可能稍微在其次的話就是刪除 再來就是修改 大概就這四種啦 最常用的就是查詢嘛 再來就是新增嘛 大概查詢新增就很很常被用到 其實也很夠了 那我們現在需要用到的就是如何新增資料到資料庫 那這邊呢因為EXELL跟XS溝通的方式裡面 最簡單的就是用SEEQUAL語法 這個SEEQUAL語法的話呢 不只是在這個地方運用 在很多地方上面都會被用到 像手機的程式設計裡面也是用SEEQUAL語法在溝通的 網路上面的網頁設計啊 動態網頁設計也是用SEEQUAL在溝通的 所以你只要懂SEEQUAL 基本上你就有辦法跟資料庫做溝通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怎麼去下一個SEEQUAL語法 新增一筆資料 那比如說這邊我先把這個先關一下 那我們剛剛已經建的一個資料庫叫問題1 資料表也叫問題1 那有五個欄位 我今天希望可以把一筆資料新增過來 哪一筆資料呢 就是這一筆資料好了 藍位這五個 然後